骑电动车需要电 没有电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因此每一位车主出行都很关注 自己的电量满不满 够不够 由于这样的心理 导致许多车主都有一个习惯 充电十分的频繁 那么问题来了 电动车充电是越勤越好吗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知识点 电动车充电频繁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那么充电频繁有什么样的好处 以及有哪些坏处 作为行内人的小行家 下面具体来分析一下 然后本着两害取其轻的原则 看看越勤越好对不对 充电频繁的好处 首先就是开头所说 许多车主担心电量在半途不够 如果充电很频繁 时时刻刻电量都是充足的 就能打消车主的续航焦虑 其次是避免电池的亏电 要知道 电动车如果遇到半路没电 这种情况是非常损伤电池的 电池最怕的情况之一 就是电量放得干干净净 造成的亏电 最后是可以起到防结晶的作用 电池在放完电之后 基本上一部分二氧化钳和钳 会变成硫酸钳 这硫酸钳就是一些细小的颗粒状结晶 而结晶变多 会增加电池 影响电池充放电 如果可以及时充电 就能让它变回二氧化钳和钳 充电频繁的坏处 许多人谈到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会影响电池的充放电次数 尤其是钳酸电池 充放电次数只有300次左右 并不是很多 频繁充电会有影响 缩短电池寿命 另一个方面 如果每次电动车电量还有很多 就马上充电 长期如此会导致电池产生积压电压 这种情况下 同样会影响电池的寿命 通过详细了解充电频繁的好处和坏处 如果两氦取其轻的原则下 充电频繁的二大缺点 其实是相对较小的 充电频繁的好处大于坏处 什么样的情况 充电越频繁越好 那么既然充电频繁的好处大于坏处 在一些有前提的情况下 确实充电就是越勤越好 小行家总结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石墨烯或锂电池的电动车 充电频繁的最大坏处 莫过于会影响一部分充放电次数 而石墨烯电池和锂电池 动辄都是1000次以上的充放电次数 即使两天一个循环 也都能到五六年左右 丝毫不会受到影响 二续航能力不高的电动车 如果针对于续航能力不高的电动车 肯定是必须要频繁充电 其次 它也不存在积压电压的可能 对于电动车的影响就少了一半 小行家认为完全是可以频繁充电的 告诉你正确的充电方式 做错的车主马上改过来 以上是充电是否越勤越好的分析和介绍 在最后 我们来聊聊正确的充电方式 车主看完后 发现自己充错了 可以马上改正 对您电动车电池耐用性 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 如果是充放电次数高 或者要远距离出行 都建议随用随充 这样避免电池出现亏电 二 如果是出行距离较短的 电动车可以轻松胜任 就尽量做到电量20%至30%左右再充电 三 每次充电 不要骑完马上冲 或者冲完马上骑 避免电池过热 损伤电池 四 每次充电 要注意正确的步骤 充电 先插电池 再插电源 拔电 先拔电源 再拔电池 充电越勤越好 明显是一种不客观的说法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到 充电需要结合车辆的情况 来选择适合的方式 总的来说 如果想要提升电池寿命 学会掌握正确充电方式 改正错误的充电习惯 还是非常重要 对此 您怎么看 欢迎大家评论交流